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这个双北一直在喊 甚至有医生也都大聲疾呼 至少喊了25天 就是快篩陽疾 確診 趕快做 趕快做 那如今做了嘛 侯友宜就說呢 為什麼這些東西 还有之前呢 像全民戴口罩 入境普篩 中央都拖很晚才執行 让民眾很痛苦 這個痛苦會拖得更久 這到底誰要負責啊 好 那結果 陳建仁前副總統回應了 他說所有防疫措施 都需要滾動式檢討 盛行率越高 快篩陽疾確診 可行必要 但盛行率很低 篩出來的假陽性 就比真陽性多 會佔用醫療量呢 可是現在呢 因為他之前叫柯文哲 針對這個部分 要回去多念點書 不過現在呢 陳建仁改口他說 所有的防疫措施 都需要滾動式檢討 所以漢庭之前 之前不是都被他白罵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才會開玩笑說 你要抄作業 抄別人作業之前 你還要先把對方 先罵一頓 叫他吃大便 一個月前雙北市不嚴重 現在的確診數跟一個月前雙北數 有差很多嗎 是啊 所以不是都很嚴重嗎 那雙北市先行快篩陽疾確診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 所以就算依照陳建仁 他自己書裡面提出來的資料 他說一定要非常高 依照他自己提的那個標準 台灣現在也沒那麼高 所以所有的防疫標準 講白了 就都在民進黨的那一張嘴 他說可以就可以 他說不行就不行 沒有任何醫學 或者是科學上的根據 真正在用醫學跟科學根據的 一定是我們能夠收到 第一線直接的反應的 一定就是台北市長跟新北市長 最了解跟實際的狀況 在這一波的防疫當中 當然是支持柯文哲 陳時中跟柯文哲比 當然是柯文哲做得對 當然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提了很多的建議 但總比陳時中好 總比陳建仁好 總比那個麻木不仁的 蔡英文跟賴清德 蘇貞昌一干人等還要好吧 在自古以來 就凡是有什麼饑荒 水患 難民 皇帝要幹嘛 要下罪幾招 萬方有罪 罪在政公 請上天聯名百姓 過錯歸我一人 要懲罰懲罰我皇帝一人 不要傷及無辜人民 這是古時候的皇帝 那結果現在蔡英文 民進黨 他不僅不承認罪在政公 對吧 他覺得要怪就怪病毒 要怪就怪人民自己 這種慈母多拜 把你們給交壞了 甚至他也不覺得這叫做罪 他甚至反過來覺得說 你看這叫群體免疫 這是必經之路 這是很正常 台灣防疫第一 台灣死亡率已經很低了 他還在跟你洗腦 說這一切沒問題 這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思想 什麼樣的教育 什麼樣的媒體 然後造就出了一個 龐大的執政黨的奪權巨獸 然後不僅是在貪婪的 攀踞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吸食台灣人民的鮮血 吸食台灣人民的錢財 而且還在繼續洗腦台灣人 覺得他所做的一切的惡政跟劣政 都是無所謂的都叫做功勞 這些每一個在吹捧的 或者每一個在卸責的 不都是躲在鍵盤背後 或者都是躲在 這個所謂的螢幕背後的這些人嗎 他完全沒有辦法 接觸到真實的群眾 那些在講說 哎呀這個死亡率很低的啦 然後在講說什麼 這個防疫現在台灣也算很棒的啦 你就走到家屬面前講啊 你走到家屬面前講 看你敢不敢講 那你為什麼不敢講 你就只能夠躲在同溫層裡面嘛 你們就只能夠去什麼三立 然後自由啦 民視啦 或者你就只能夠在一大堆 友台當中 然後自己取暖 當然說台灣防疫真的很了不起啊 什麼的 我昨天看了幾十分鐘 這些綠營的電視台 越看越怒 越看越怒 那怎麼有臉能夠說這些話呢 然後你們在念這些新聞報導 陳時中好棒棒的時候 真的是你家沒人確診 當然啊 我兩個同事最近都在 都確診嘛 下禮拜才會回來 一個說睡到半夜 真的是喉嚨痛如刀割 被痛醒的啊 那另外一個說他的肺在燒 連續兩三天都這麼難受 而且這 而且按照這個 就他算很痛 但是按照定義 他叫輕症 對按照定義 他叫做輕症 那當然也會有人說 哎呀我就是這個沒什麼症狀啊 就像真的像小感冒一樣 就說你們危言聳聽啦 你們製造恐慌 沒有講那麼誇張 那真的是運氣好啊 對吧 就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每個人的健康身體狀況都不一樣 想看運氣 但請問 如果今天台灣人是把自己的命運 交給運氣 那我們要政府幹嘛 是誰逼迫了台灣人民 連自己下一刻生存權的選擇 你沒得選 今天不是說我有得選 比如說你看 我要不要打疫苗說我有得選 對吧 我可不可以怎麼樣 這是我有得選 我選擇自己戴口罩 我選擇自己輕鬆 我們可以選擇了 我們都做了 可是最後的這一關什麼 是你要交給運氣 你運氣好 你就是無症狀 輕症 你運氣不好 不好意思 就是拜拜 台灣人何時何地 要淪落至 我們要把自己的未來 把我們的下一步 把我們爸爸媽媽的命 把我們小朋友的命 交給一個看不到摸不到的 叫做命運的手中 然後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誰 不就是放病毒進來 而且決定要共存的執政黨嗎 他如果只是純粹放病毒進來 但是跟去年一樣 防疫升級 然後緊急清零 緊急渡過難關 那或許我們也不會走這麼多人 或許我們的醫療量 是還可以負荷的狀態 可是呢 是他不僅放病毒進來 而且還決定要共存 也不防疫升級 大量製造確診數 而且最離譜的是 他還沾沾自喜 覺得這叫做防疫好棒 死亡率極低 家長很恐慌嘛 尤其看到兒童重症死亡率就越來越高 所以兒童BNT又在搶 很多人很哀怨 說網路搶不到 現場排隊也排不到 高雄彰化全部都搶爆 這是在高雄診所 還沒有開門之前 已經大排長榮 屏東一樣 有家長帶著孩子到診所等待打疫苗 可能還打不到會撲空 那麼甚至也出現了像彰化很多跨區施打的情況 那在台南 台南正是惹怒家長 因為政策反覆 謝龍介說許多台南學童家長 預約 月底在學校接種 兒童BNT疫苗被取消 所以必須要重新 自行登入平台預約 家長其實是否早就先說會入校施打 因為在校照策碼 所以就沒有去平台登記 結果現在法夾完全預約不到 陳中說以學校施打為主 合約院所為福 5月底不用擔心 還有33萬劑 BNT兒童疫苗到貨保證 數量已訂購 好 所以凱湘我們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不要再排隊了 沒辦法 至少這一波 剛剛董哥有講的 這一波兒童BNT疫苗是緊急採購的 4月底才簽約 都是因為那個中和的孩子 然後造成這個莫德納必須緊急施打在孩子身上 但是那個危險性確實 不良反應的可能性確實比較高 所以才緊急去採購兒童BNT疫苗 不然你以為呢 你以為人家要買嗎 沒有啊 昨天波激不篩 特別有人爆料給他說這個根本就是極其品 7月4號可能就過期了這樣子的極其品 台南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台南狀況其實是全國的縮影 將來每個縣市都會發生 為什麼呢 這個說來是怎麼說 是很多家長在前兩天去灌爆 台南市長黃偉哲的臉書 說什麼呢 說我明明就已經早先在4月的時候 就已經勾選那個意願調查表 說我的孩子要打兒童BNT 我要等我不打莫德納我要等 那怎麼打呢 就在學校裡面打 就是這個就是到學校去 然後大家都在學校裡面 感覺起來不用去這個診所裡面 跟這個群聚 然後在學校裡面 這個環境相對衛生 衛生跟單純 他們這個像很多都選擇這樣子施打 結果呢到了本週前兩天的時候 突然這個台南市政府傳了簡訊 給所有的家長想說 這個不好意思取消了 這個不到校打了 你們麻煩你們自己去 台南有一個叫 好像叫台南打疫苗的 這樣子的一個網路預約平台系統 所以你們去那邊重新登記 不好意思學校不打了 所有家長都炸鍋了 然後想說那你是不是呢 你之前叫我勾選 我就已經勾選了 然後我就想 我也真的覺得在學校打得比較好啊 或者是有家長反應說什麼 我要工作我沒有時間啊 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跑去診所裡面排幾個小時 或是一直在電腦前面 一直刷一直刷 刷那個預約啊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結果就去灌爆了這個 黃偉哲的臉書 黃偉哲臉書然後怎麼辦呢 就是第一時間衛生局出來談 衛生局出來談 談什麼呢 左思又想想了一個 完全不是理由的藉口 說什麼說 哎呀不是啦不是不是這樣子啊 是因為這個學校啊 從本週開始已經改線上授課了 停課了啊 就大家沒辦法去學校打什麼什麼的 但這個說法很快被家長 更加憤怒的灌爆了 為什麼 因為全台灣都在線上啊 是啊 台北也沒取消啊 高雄也沒取消啊 台中也沒取消啊 新北也沒取消 在學校勾選在學校打的 還是可以回到學校去打疫苗啊 那為什麼你台南是 講這個 公幹 公差什麼 然後呢就是講幹話 然後就更火大 更火大之後呢 然後就又再灌了一波黃偉哲 然後結果薇寶呢這個在前天 前天晚間嘛 深夜又出來 你知道急轉彎講到說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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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沒有取消 都是誤會一場 什麼誤會一場呢 沒有啦是很多家長表示 因為我們在學校統一施打 那個可能要等到六月初了啦 所以很多家長等不及啊 等不及了 所以他們很想要趕快先打 所以他們就說 我們自己去登記好了 自己去登記 那於是我們就說 那不然這樣子 大家都自己去登記好了 大家都自己去登記好了 結果呢 當然這又是幹話嘛 這也是藉口嘛 因為很多家長就講說什麼 你不早講 你不早點講 我們就是講說 都在學校打了 就沒有要登記啊 那就算要 有人想要早點去打 他登記到了 他帶小朋友去打 學校也不用取消啊 我可以等到六月初 我沒有時間 別的時間去搶 我也沒有搶到啊 所以這完全就是一個幹話 結果呢 但這其實都不是問題的癥結 當然這其中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台南市政府的團隊 顯然特別兩光啊 特別兩光 其他縣市就不用取消 為什麼你要取消 那其實追根就底的原因是什麼 是龍介有去算啊 他算什麼呢 台南市現在五到十一歲 在這一波可能會要打 有就是兒童BMT的目標的對象 總共有十一萬人啊 總共有將近十一萬人 其中大概有兩萬多人 他已經接種了 接種了這個半季的莫德納 所以大概有大概還有八九萬人 可能會有需求 要接種兒童BMT 只要假設他們要打疫苗的話 結果呢 這一波 這一波台南 就是這一批 兒童BMT到貨 台南被配給了兩次 兩次加起來只有五萬四千幾 蛤 就是五萬四千幾 不用蛤 全台灣的縣市都不夠 都不夠 然後呢 所以十一萬 減掉兩萬多已經打得通BMT的 剩下八九萬人 剩下 再配給你五萬四千幾 剩下兩三萬 起碼有兩三萬的人 在這一波是打不到的 打不到的 那打不到怎麼辦呢 所以你回頭去推想 你就知道說台南市政府 他的想法可能是 會打不到 那不然大家都去單一平台上預約好了 免得到時候父子齊女 為什麼董哥小朋友可以打 馬千惠小孩也打不到 我都登記了 那怎麼辦呢 最後他就想到說 大家都去單一平台登記 當然很二百五啦 但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對不對 扣掉台南市政府 自己那個團隊 不知道在想什麼的問題 還是那個不夠的問題嘛 這個民眾黨這個委員在這邊 其實可是柯文哲 將來很快也會遇到這個問題 台北市也不夠啊 我特別去問了智函 去問了這個發言人 其實也是不夠啊 那他說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能怎麼辦 就不夠啊 就是大家只能等嘛 那所以韋哲現在出來 改口的說法是說 一定打得到 遲早打得到 但是這一波 你可能打不到 所以就是 就是還是 還是那個疫苗量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最尷尬的是 這兩天我在自己 不管在自己直播 或在其他平台直播 然後居然都有大陸的朋友 左邊左岸的朋友來指教說 蛤 台灣到現在還在缺疫苗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 要選擇 每次選擇 其實 感谢观看